末日下的生活有多残酷 这个女人只是在公共场合说了句我要出去 便将迎来最为严厉的刑罚 那就是被逐出封闭的桶仓 前往满是毒气的外界 所有居民齐居餐厅 通过直播影像现场吃瓜 身穿防护服带爱丽环顾一周后 便缓缓来到摄像头前 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羊毛布 将表面上的灰尘擦拭干净 餐厅中顿时响起海浪般的叫好声 因为每个犯人在出发之前 执法者都会拿出一块羊毛布 请求犯人帮忙清洁摄像头上的灰尘 这能让桶仓内的居民更加清晰地看到外界 可警长赫斯顿却是满脸震惊 他可没忘记之前和妻子爱丽的约定 如果外面真的天蓝草绿 他就通过擦拭摄像头的动作来传递消息 其他吃瓜群众并不知道其中深意 眼睁睁看着爱丽的步伐逐渐亮相起来 应该是空气中的毒气生效了 果然三分钟时间还没到 爱丽便倒在地上彻底没了动静 老公赫斯顿既悲伤又不解 既然外界没有问题 那么妻子又是因何而死呢 转眼来到两年后 赫斯顿接到一个案子 位于中层的电脑维修工乔治死了 他立刻想起来 这个男人曾经接受过妻子的维修服务 心中难免重视几分 报告上说他是在午夜 从120层的地方越过栏杆摔死的 身体表面没有打得过的痕迹 初步断定为自杀 可中层的治安官却说 有个女人亲眼看到乔治是被人推下来的 赫斯顿当即决定去见见那位目击者 想不到对方居然是位发电机工人 名字叫做朱丽叶 正是因为这群人的付出 才让整个统舱能够使用电力 可当赫斯顿遇到这个女人后 好不容易走出丧气阴影的他 整个人变得更加颓废了 直到这天他突然走进监狱 大喊着要出去寻找妻子 随后便说出了那句禁忌的话语 结果没有任何意外 赫斯顿穿上了厚厚的防护服 最高管理者亲自宣判了他的罪行 神色复杂地看着警长缓缓走出桶舱 可赫斯顿的眼中却满是坚定 当通往外界的舱门打开时 男人立刻瞪大了眼睛 因为他所看到的 果然是个青山绿水的世界 餐厅中再次挤满了前来吃瓜的居民 可他们通过屏幕看到的世界 仍然是亘古不变的死灰色 只见外面的赫斯顿学着妻子模样 快步来到摄像头前 用羊毛布擦拭掉了表面的灰烬 不明真相的居民再次拍张叫好 随后便看见赫斯顿步履 蹒跚地朝着妻子走去 可让众人意外的是 这位警长居然摘掉了防夺头盔 总算在失去生命的最后一刻 爬到了死去妻子的身旁 就当大家陷入沉默时 朱丽叶却板着脸愤然离场 口中还嘀咕着打骗子 直到抵达无人的工作区域后 他才发现搬得厮守起来 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让这个女人如此失态 而留在餐厅中的吃瓜群众 也因为治安官的死变得有些骚乱 忽然意味壮汉跃众而出 大声表示警长的生死 就让高层的大人物去操心吧 咱们都是干事式的底层居民 只要确保发电机运转不出问题就行 这句话仿佛说到了众人的心态 赞同换护生不绝于耳 不过这也只是少数一些人 底层的其他居民仍然有些六手无主 打斗冲突是又发生 可当几名黑衣大汉出现时 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因为他们正是统舱内的执法者 真正冷酷无情的存在 而工作区内的朱丽叶此时也恢复了平静 甚至还主动修好了杂魄的冷却箱 只是心中的欲解难消 于是便主动走进了一家修理店 这里坐着一位慈祥的老者 正是朱丽叶在机械方面的授掩恩师 对方一眼便看出土地藏有心事 连番追问之下 朱丽叶便向眼前唯一的亲人吐露了心声 时间回到三个月前的某天 中下层居民正在餐厅举办收徒仪式 乔治兴高采烈的来到朱丽叶身边 从两人含情默默的眼神可以断定 他们显然是一对地下情侣 看到两名黑衣人突然闯进餐厅 乔治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叮嘱朱丽叶晚上来一趟自己的住所 接着便匆匆离开了 谁知当天夜里 朱丽叶便听闻了乔治意外置楼的死讯 强行恢复冷静后 他便找到中层的治安官汉克 告诉对方乔治绝对不可能自杀 可汉克对此也是无能为力 朱丽叶和乔治的情侣关系并未公开 他对此事没有任何发言权 唯一的办法就是联系上层的警长赫斯顿 如果他愿意插手此事 也许能够找出杀害乔治的凶手 而此时的朱丽叶才想起来 乔治死闲要自己去一趟他的家里 餐桌上放着一个麻布袋十分显眼 打开一看 里面放着一个道具盒 以及一张字条 还记得你上次看见他的地方吗 朱丽叶的瞳孔一阵收缩 过了好久才强压镇定 装作若无其事地跑去工作了 而那位汉克警官也十分给力 通过种种引导暗示 尤其是在报告上备注了一句 死者在生前和艾莉有过接触 果然成功引起了赫斯顿警官的注意 这才让他和朱丽叶有了相识的机会 起初赫斯顿对这名机械工人并无好感 通过在乔治死亡现场的几句问话 他便断定朱丽叶并不是案发的目击者 只是看见对方戴着的老实手表后 他便提出想跟朱丽叶单独谈谈 谁知两人刚刚坐下来 赫斯顿便开口询问 你和乔治在一起多久了 虽然两人的关系没有申请批准 但是他保证不会向司法部告发 只要朱丽叶说出知道的一些信息 这个举动让他放下了警惕 表示要给赫斯顿看一样东西 正是乔治生前留下来的刀具盒以及字条 朱丽叶决定带着警长 一起前往字条上提示的地址 没过多久 两人便来到镜头处的警示牌 上面写着静止入内的标志 朱丽叶却视若无睹将其一开 顿时露出一个漆黑黑的洞口 赫斯顿好奇地钻入其中 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深不见底的隧道 四周墙壁上残留着不少涂鸦 赫斯顿一边打来一边前行 直到抵达一处向下的洞口 朱丽叶再次熟练地爬了下去 他仿佛回到自己家里一般 随手掰下一处开关 四周立刻亮起遥远的灯光 一个庞大恢弘的机器映入眼帘 犹如直插地底的怪兽 朱丽叶解释说 这个也许是修剑捅舱的机械残骸 可能因为个头太大 修剑者只是拆走了核心部件 说完后两人顺着爬梯继续向下 没多久便抵达一处修剑在峭壁上的平台 朱丽叶说这里便是乔治居住的地方 随后便从床底下掏出一个铁箱 他上次便是在这里面看到的刀具盒 打开一看 里面存放着各种百年前的古董 全是乔治在这处矿洞中收集而来 唯一有所不同的是 一个线排上的余线不见了 朱丽叶疑惑地打量四周 总算在一处角落里找到了线头 于是他顺着余线缓步摸索 想不到余线的另一头 居然吊着一个麻布袋 打开一看 里面装着一个老旧硬盘 以及一叠打印资料 赫斯顿立刻认出 这些都是自己的妻子艾莉所写 她的眼中金光四射 妻子果然和乔治发现了不为人知的秘密 自从艾莉被放逐到外界后 赫斯顿越想越不对劲 妻子艾莉的性格转变 正是给乔治提供维修服务后开始的 可是这个男人藏得太深 赫斯顿盘查了几次 也没任何结果 直到对方的死亡引出了朱丽叶 两人佩戴的同款手表 立刻让警长推断出他们的情侣身份 于是他便顺藤摸瓜 总算找到了乔治遗留下来的秘密 其中也许隐藏着妻子死亡的真相 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秘密的载体居然是个古董硬盘 这个可是最高级别的违禁物 他觉得必须立刻烧毁才行 朱丽叶听完后心中大吉 难道你不想找出真相吗 如果不是你过于没守成规 而是支持妻子的猜测 他还会跑去外面送死吗 赫斯顿如遭雷击的立在当场 过了好久 他才向朱丽叶保证 自己会根据硬盘内容 继续调查乔治的死因 如果有所发现 他会主动传信过来 可赫斯顿回去后 一直沉浸在对妻子死亡的自责中 后悔当初没有听信对方的猜测 所以才产生了出去陪他的念头 可惜直到赫斯顿死亡 朱丽叶也没收到任何悔信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给赫斯顿观看乔治遗留的字条时 他只展示了一半内容 剩下的一排字迹赫然写着 我找到了我在寻找的 其中的意思只有朱丽叶能够明白 自从两年前 乔治看到硬盘中的桶框结构图后 他便开始寻找位于底部的出口 可惜这里早就被深深的积水覆盖 他必须不断地收集绳索 潜水探索才行 如今乔治已经死亡 朱丽叶决定继承他的遗志 亲自下水确认出口位置 将一条粗状的长绳固定在悬空的木板上 他便开始小心翼翼地向下攀爬 可能是太过紧张 双手一松差点掉了下去 好在最终有惊无险地抵达积水表面 以上就是羊毛战绩的第二期内容 这部剧每周播出一集 喜欢的朋友记得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